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老爷 观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 各位巴一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昨天晚上我两点多起夜 因为这两天人不舒服 可能也得了什么MHPV 人类偏肺病毒 所以一直有点低烧不舒服 昨天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就刷手机 突然间就看到了这条 令人震惊的消息 习近平总书记签署了 10月24号签署了第14号主席令 第14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 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6次会于2023年10月24日的决定 也就是昨天的决定 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 国务国防部部长职务 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这两个都是大家都知道 各种听传党中南海听传师们 躲在习主席 习皇帝的床下面 听了半天已经快说了三个多月了 对然后下去下面的第三个是 免去王之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任命英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以及免去刘坤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兰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这两个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我基本上搜索了一下 目前没有人在说这两个人的免去职务的原因 和这两个人主要做的工作 对那其实我对刘坤也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财政部这边的事情 我说的也不特别专业 像前两这两天 那我说中国A股可能要跌破2900点 结果昨天A股大涨0点多少 0.8几 A股指数今天开盘可能又是上涨的 所以我的脸已经被摁在地上打轻打肿了 那关于王之刚 我这边做了一点research 因为毕竟是科学技术部的 我比较感兴趣一点这个人 所以做了一点research 是看到了一些资料 就像我标题中所写的 可能涉及到的原因是因为潘量子这个骗子 所谓的量子通讯潘量子 以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搞量子的 这一整套系统 结果现在可能也不是可能 现在就是被认为这是不靠谱了 那相应的还有一个人 就是马伟明 马伟明 中国万词王马伟明 马伟明三天两头 不是搞他的电磁弹射吗 第一天到晚搞他的电磁弹射 电磁炮技术 这是电磁炮 我已经说过了 在大气层里面这玩意也不大现实 电磁弹射呢 美国举国之力搞了这么久 其实搞的还不是特别利索 能不能实战 但是好用不好用呢 其实废效比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就是电磁弹射这个技术呢 可能中国这边更加搞的不怎么样 所以003号航空母舰 从说下水到现在 你没看到他 没有看到快大正儿八经的 用电磁弹射轨道 去弹射飞机的视频 大规模机队弹射 没有 老美那边可是正儿八经的 有很多视频出来了 是吧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被掳掉了 那我们先说一想 第一个就是第13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第13号令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已经被正式通过了 所以在国内的各位 就基本上准备好文革的洗礼和风暴 要狠狠的吹向各位了 现在弄出来的就出来吧 今天还看到我的Telegram的群里面 有人在说说关于来澳大利亚修汽车 我说这修汽车其实不难的 你去读个Tef 你不要一来就修汽车 走打黑工 你想好好弄的话 不是赚快钱 你就好好去读个Tef Tef读完了之后 你修汽车肯定没有问题的 申请一个雇主担保也不难的 去搞一个Tef去 接下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14号 第14号就是免去李尚福 秦刚王志刚 刘坤这些人的职务 我说的关于王志刚这个人 我自己也确实不在科研圈里面 所以我做了一些research 里面有一个是来自于知乎的 知乎里面有个人叫李子峰 雁山大学的 他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 二级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家 所以这水平理论上来说 应该跟曾博伯伯是在一个档次上面的 但是伯伯读的是美国 美国就或者QS排名 应该是在Tef 20以内的学校 这个雁山大学我确实不了解 我也不敢说 但是这个人的性格也跟曾博很像 尽量敢喷国家之重器 说人民网就转载了科技日报的报道 聚焦量子科技和核聚变 理清基础研究发展的重点支持方向 里面就说到说量子 潘建伟说量子计算能在探索中 没有说成功 第二点就是对此王志刚逐一回应 他希望科学家围绕量子通信 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方向 梳理出量子科技相关领域发展的技术路径 进而形成可操作的方案 这个东西就根据周围李子峰的评价 就等于目前没有可操作的实际行动方案 然后他说人民网这次报道 等于承认了潘建伟和王志刚的说法 关于量子还没有可操作的方案 更没有成功 说有人为的在摸索 等于这十年来铺天盖地的报道 史无前例的成功 都是忽悠欺骗和造假 大家骗钱骂 大家真的也知道 大家骗骗钱 拍量子这老憋也骗了不少钱 所以我就很担心 马伟明忽悠着 大国重器003号航母上的可是电磁轨道 一旦被论证出来 中国搞电磁轨道技术并不是很成功的话 那他完蛋了 这电磁轨道的整体 你这003号是没办法拆了之后 换蒸汽轨道是换不了的 因为整体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里面的优化逻辑也不一样 所以可能003号就废了 所以中国万磁王的问题很大 其实就是关于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这个事情 量子计算机 它就是在币圈 2020年的时候特别的火 在币圈里面就什么反量子霸权 量子计算机完成了之后 比特币解密算法怎么快 当时我去币圈 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 是只解决量子计算特等问题 它的它的整个研究方向非常非常的小 你不能够去用量子计算去解决通用问题 比如RCA算命样对吧 你不能够拿它去干这个火 这两个东西算法都不是在一起的 是吧你不可能拿这个东西算了 整个币圈我跟他们炒炒了差不多也有半年的样子 币圈我下次可以就专门开一期讲一讲我 我跟币圈吵架的整体经过 大家可以博一乐 币圈不信 后来伴随着伯伯也好 还有一些北美IBM的人 正儿八经是个量子科技的 也跟他们说了 说量子计算机要去搞通用计算问题 它的性能下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甚至还有针对量子计算机 搞通用算法的优化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东西和X86或者说专用芯片去做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东西 所以没有什么好做 但是在中国确实是这一块吹的特别牛逼 所以大家都往这一块方面吹 当然币圈币圈只管吹就行了 它管你懂不懂科技 所以币圈的人就说你们这些人落后 对吧对IBM的人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落后的蠢货 我们币圈去中心化 马上就要超越了 我们现在要夺回量子霸权 反正没什么脑子 这波人的智商也就只配哥 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人赚到钱 尤其是哥的人赚到钱 所以量子通讯也是一样的问题 量子计算的问题是这个 它只能够解决特定问题 而且这特定问题还不解决通用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量子通信 量子通信这东西 其实它就是一个加密算法 所谓的什么包括量子位的偏移 来看加密算法之类的 说到底它和今天传统的RSA加密 大对数加密是没有两样的 这王爷出来的时候 我在知乎上面 那个号还在的时候 就和他们论战了好几个天 论战到最后也是呀 小粉红们投诉我 把我投诉的账号那个没了嘛 粉红就这点本事 没什么造型 没什么出息 是吧 就这么干法 所以量子通信这东西 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 它出来的第二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们那个当时的军事论坛里面 几个搞通讯研究的人 包括搞那个加密的人 都已经在说了 这东西其实不靠谱 它其实就是一个加密算法 那我说了也不算对吧 毕竟我也不是搞那个量子科技的 你让增波过来 增波可能吹 就是喷的比我好 那我只能还是引用这位 李子峰宴商大学的人的话 说就是量子通信呢 现在的所谓金户干线 处于趴窝状态 和量子计算机 不会算1加1等于2 是一样的 关于量子通信呢 用的不是量子 仅能在实验室两点之间的空间内 传递编码 现在还无法做 那肯定的嘛 你这量子 如果按照完全的量子态 就是我看你一眼 你就是1 对面就是0 我看你一眼 这里是0 对面就是1 那怎么中继嘛 中继不了 你一中继的话 所有东西变成一致性了 对吧 那我你只要变成一致性 我就立刻有办法偷嘛 而且没那么神火 关于量子计算机 只能做光子 与量子定义不一样的采样 与沙子采样相同 没有逻辑和计算功能 是的 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去 相当于说美国 随机算法嘛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 没有真的随机算法 那怎么办呢 美国有一个海军的项目 它去监测声音 在监测风的时候呢 把声音直接做哈希处理 变成随机数 提供给全世界用 这也是一种随机算法 所以它量子的随机算法 跟这个也一样 它只是去观察量子的状态 然后得到一个随机的 随机数 仅此而已 所以三 关于单光子源 没有真正的单光子源 或性能不稳定 这两个也是 你让你让增波来喷的话 它可以把第三点 给你喷出花来 反正就是说 第一单光子源是没有的 因为你没办法一次性 只发射一颗光子 你必须让它做点什么 才能够发射出一颗光子 但是你一旦监测到 这一颗光子的时候 你也不是作为旁观者 确定了这颗光子 就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说了 原因量子的定义 不可再分的粒子 或能量与毛泽东思想 物质无限可分 相冲突了 这类也坏 原子的本意 就是不可再分的粒子 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 可分了 量子的定义 犯了与原子定义相同的时候 量子不存在 是吧 你不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主席 有冲突 就像今天 就前两天说 科大熏飞股票狂跌 是因为科大熏飞里面有一篇文章 说毛泽东心眼小 能小气 心眼小 说他的爱子 毛岸英牺牲在了朝鲜之后 发火 生气 打压彭德怀 小心眼 然后被家长举报了 所以在中国 你别跟我扯什么AI 别跟我扯这些东西 你先把你的内容审核做好就好 一切都不能够跟党和人民有冲突 对 人民有冲突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能跟党有冲突 跟党有冲突 你就完蛋了 是吧 是吧 就是这么回事情 我看的笑死 就可以说是 就可能习主席 习皇帝 习皇帝 他现在可能想去打哪些地方 但是我怎么算出来 他打台湾这东西是不靠谱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去打哪里 或者说要发动万力三大针 接下来习主席要去看看 你们这些国之重器 研究怎么样了 结果一看 你们这帮狗货拿了这么多钱 都搞了点什么东西 所以就换了个人上 所以你看 中国的所谓共和国重器 003号航空母舰 这玩意 马伟明 他真的胆子肥 弄不好 全家满门操展都有可能 因为这东西 其实在大气层里面 搞电磁技术 不是特别合算的一件事情 真的不是特别合算 所以你看 美国搞电磁技术 美国的工业能力 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搞电磁技术 都有这么多的挑战 而且他们的 他们的设计方案 还是偏保守的 可以说 所以呢 就还 但凡是能够做出来一点 就中国这几个核反应堆 对吧 搞出来的电磁方案 要再去弄 要攻克这么多美国自己的那些独门黑科技 再去搞这个电磁弹射技术 好嘞 003号下水到现在快有差不多半年了吧 你有见过他实装电磁弹射了 没有呀 不知道 他说他有三条电磁弹射轨道 在最左边的那个弓棚里面那一条 我们军民都笑乐死了 那一条不能用 完全不是这么个用法 前面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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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箭导会挡住一部分的 箭载机的运行路线 所以也不应该这么设计 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么去设计 那没关系 我们说 其实我们作为军民 还是蛮希望003号能够搞出来的 因为这样习 习皇帝进攻台湾的决心会更大 这样子的话 我拿那个难民身份的速度也会更快 对 我心里应安 谢谢大家